弓球 這一位是我們今天要來改裝的助人 你們覺得她看起來 但看得出來她的五官其實很漂亮 看她的IG版面 感覺好像到處旅遊 到處旅行的感覺 她感覺妝也都蠻簡單的 好厲害 Yaya 陽光運動型的女孩 是比較不知曉潔 她也覺得很方便 接下來春天也要到了 妳有什麼特別想要去旅遊的地方嗎 就是想要去看櫻花 然後去掌印的時候可以拍美照 那妳今天是特別想要挑戰什麼樣子的 眼影啊 妝的部分都想要再加強 然後是一些不同的顏色的妝 那我們就提醒我們今天的改造吧 像我自己膚色比較黃一點 通常就只擦隔離霜就出門 所以很容易脫妝 她的膚色有點偏黃 個人蠻推薦用紫色的膠色霜 運用對比色讓她的皮膚變得更白皙 盡量讓皮膚顯現出很有飽水的光澤感 這樣就不會顯得很蠟黃 更有櫻花的粉嫩感 那剛剛完成了眼妝啊 我們現在開始腮紅部分 我們今天腮紅的話 也會跟妳的眼妝 選擇同樣的比較偏粉色系 那這個腮紅比較特別就是 它淺到四個顏色都可以做實用 通常啊在上腮紅的時候 會有怎樣的困喔 就是沒有很確定要上在哪個位置 然後也沒有辦法說控制那個量 就是看起來氣色是剛剛好有提升 但是又不會看起來太誇張 那通常就是效機的中心 這個位置的話去開始暈染 然後我們可以再用一個 比較淺色的方式在外圍的部分 讓它有一個漸層 會比較感覺是那種有理透外的 因為如果說妳真的打到鼻以下的話 它碰潤度的話就是往下降 它就不是說蘋果肌凸起來 它就整個往下掉的感覺了 那這次的畫法就是也是慢慢的 就是用找亮多次的方式 去把那個形狀給畫出來 老師像我自己嘴唇四周比較容易暗沉 這樣子在化妝上面有沒有什麼可以注意的 針對它像比較暗沉的唇 我們在選擇口紅 會建議選擇色澤飽和度比較高的口紅 上色的時候呢 試著使用圓頭式的雲色眼影刷 然後再慢慢的由內往外去 輕輕的做暈染 讓它的唇看起來會比較有漸層 改造過後 我真的覺得差蠻多的 原來它也可以甜美感的聲音 我覺得真的還蠻迷人的 嗯 蠻有魅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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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